好 台中一位20岁小子女 她想要转换跑道来到设计领域 花了99600块钱报名补习电脑技能 但是报名后一个月 她发现没有办法适应课程 她要退费 但是依法她能够退的是90% 但是业者一拖再拖 最后才退了80% 电脑拖拖机嘛 不是说 不是说好 你不要想我退给你 你不要来 不是这样 我刚才要是我们的 你来我往 潘小姐在伯父的陪同下 和电脑补习班柜台人员 确认学费退还 等了三个多月 总算顺利退费 已经达成共识 就是67380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 贷款你自己要付贷 就是31620 潘小姐打算转换职场 贷款缴交电脑补习费 去年12月5号报名 在12月中旬首度参与课程 期间发现自己不适合要求退费 但1月8号正式上课 她一约上课 而且持续上到2月份 退费细节直到3月份 才接到能退40%的通知 最后在4月份 亲友协助介入 才退费80% 签下切解与和解书 想看到虚线的时候 能够清楚看到另外图片的话 那做法呢 交出图层管理员 潘小姐贷款缴了 99600元的电脑补习费 包含了室内设计 和建筑绘图等软体课程 但她在开课前 一个月要求退费 原本可以拿回九成学费 但实际上 却只退八成的费用 一个月上 每几堂课 那么多钱 有点不合理 变成负债的时候 那是 会 就会觉得很紧张 对 然后就想说 没上那么多课 是不是可 可以退啊 业者说 学生如果退费 会按照补习班 法规办理 双方确认之后 一定会签下 退费终止书 达成和解之后 再签和解书 一样都是退补习费 但该怎么退 台北市在开课后 两个月内能退九成 新主则是上课期间 未打三分之一 退一半 台中开课之后 三十天内退费 可以拿回百分之九十 至于高雄 开课半个月内 能退八成 各地方政府 没有统一的退费机制 为了转换职场 民众要缴补习费 一定要确认 课程适合与否 缴费之后 一旦发现不适合 得把握法规期限内 要求退费 才不会吃亏 记者陈思远徐一林 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